大家好,欢迎做客东西会 今天我们请到资深的新闻人董旭东先生 来聊一下目前乌克兰局势 以及在背后角力的几大力量 目前乌克兰的问题 我觉得主要是国内问题 内战引发的俄罗斯的一个反弹 因为你知道俄罗斯问题 有来有以久 尤其在跟北约国家对峙的上 但是现在乌克兰问题为什么挑在前面呢 一个他是一个西方派的领导人 那个新总统 这是玩杂耍的那个 还有一个关键是乌克兰内部 他现在产生内战了 就是俄罗斯民族和当地的乌克兰民族 当然是少数了 他是打起来了 然后肯定因为人少 就处于不利地位 然后俄罗斯就介入 主要是从武器和这个人员输出方面 没有真正派军队过去 那现在为什么这个问题变成了国际问题呢 主要是这个北约的东扩和这个美国 需要一个战争热点来转嫁和输出他的国内毛布 那今天确实是美国这个国安顾问苏利文 他表示说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军事入侵 很可能是大量的飞带炸药开始 然后那个俄罗斯会计划从之后 从东边和要北部多个地点进入乌克兰 然后呢包括计划在军事行动开始之后 一两天包围基辅 就像您刚才说的 这简直就是美国给俄罗斯出招如何步兵 如何进攻 第一步第二步全都说得很清楚 普京是这个是三岁小孩吗 他怎么可能按照美国人的想法来进行整个战略部署呢 其实这就要谈到这个普京在冬奥期间访问中国的这一个步骤 我觉得普京本身访问冬奥 访问北京与习近平会面 这是一部很有意思的一部棋 这里面蕴含着俄罗斯与中国的这个联合 俄罗斯寻求到了一种支持 寻求到了现在世界经济体第二大的国家的支持 而且是与美国并不和谐的一个国家 而且是曾经是联盟的一个国家 就中俄之间的这个长久友谊 还可以继续重新再建立起来 那个完全信任的关系比中美之间要容易建立的多 所以您的分析就是它这个步骤使得俄罗斯 中国和美国在这个一盘旗里面的这个位置 大致进行了一个什么样的改变 或者是什么样的画龙眼睛呢 中美苏三国关系呢 就是几十年来半个世纪以来 一直是搅动世界格局的这个主要力量 之前呢是中美联手把前苏联瓦解了 那现在呢中国在慢慢崛起 苏联呢无疑的从那个前苏联解体以后呢 再再衰落这是事实 但是从普丁重新掌权以后 就是掌权以后啊 他要这个叫恢复这俄罗斯荣耀嘛 现在中国和苏联呢 现在是被抛黑的这个战略伙伴关系 但是他这个战略伙伴关系呢 因为中国是实行的不结盟政策 所以咱们没有盟国 但是呢现在这个不结盟政策 就是这个这个战略伙伴关系呢 好像比结盟啊来的更更深远一点 因为他是政治层面经济层面 包括军事层面都在相互支持 因为苏联前苏联俄罗斯包括现在啊 以前对对华军售是有一定限制的 现在可能只有战略武器 就是核武器那一块没有限制 其他的可能80%以上的军工科技 都对对华开放了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 对中国这个这个军工体系生产啊 是一个因为中国的那个生产能力很强啊 而且他制造能力也很强 所以这样的话 呃我觉得是一个就是互补 而且中苏之间的被靠背呢 从长远来讲呢 对苏对中都是有利的 虽然中苏之间的战略利益并不一致 呃俄罗斯对这乌克兰的这种进攻态势呢 不符合中国的对外外交政策 有一个军事组织为首的军主叫华沙 条约组织华沙 华约 华约对应的是北约 但是华约呢 随着前苏联的崩溃呢 然后就解体了 但是北约呢 现在没有没有解除 反而还在把以前前苏联的盟国给吸纳到北约里边去了 在北约东扩 其实这是矛盾节点 就是俄罗斯在这件问题上属于叫应变方 或者说是首方 攻方的应该是北约 但北约对这件事呢 就是俄乌之间的矛盾 立场并不一致 这就是另一个从乌克兰角度来讲呢 这就是一个小国的悲哀 因为它的就是战略回旋余率非常小 它挤在两大就是军事集团之间 如果把俄罗斯当成一个军事集团的话 它另一边就是北约嘛 那乌克兰呢 是紧邻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这个邻国 而且的乌克兰内部呢 有30%呢 俄罗斯族 这样的话 在东部呢 现在是被这个 其实是亲俄势力的俄罗斯族在控制 那现在呢 就是 但是乌克兰也不甘心啊 就是说我这国土 几乎是20%啊 被要被这个俄罗斯拿走了 他也不甘心 那这样的话就在那边较劲 那现在呢 正好这个赶着这个国际集市啊 这个现在世界大国局啊 是一片混乱啊 就是现在流行叫东升西降 东升呢 就是东方比如中国啊 苏联在升 然后呢 美国啊 还有西方在架 其实呢 我倒不这么看 我觉得这是一个战略态势从主 这个旗啊 这是解铃还需蓄铃人 你看现在整个这个 中美苏三国之间的矛盾 挑起啊 出发点啊 都是以美国为中心的 然后引着欧洲 引着这个中东 或者说引着这个 这个包括立台湾啊 还有这个这个乌克兰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觉得还是美国自己呢 他在这个政策方面的主导力和战略态势的这个研判方面 我觉得发生了巨大的失误 拜登呢 是现在说是叫川普政策2.0 就是有过之物不及 所以现在呢 就是等于美国的对外政策呢 是属于混乱 然后导致了全球这个国际关系的一种混乱 那现在俄乌矛盾 其实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这个北约集团 挑起的这个苏联 跟前苏联的矛盾 就是俄罗斯的矛盾 这样的话 他们乐意见到消耗俄罗斯 但是俄罗斯他为什么不怕呢 这俄罗斯这些国家 地大物博就产生产生这个这个这个效应了 第一 他粮食可以自己 能源可以自己 工业体系自己成体系 然后他原材料他不用外 他不求外面 所以他是一个完全可以有能力 就是自成一体的一个国家 所以他呢 在就是在封锁之后呢 他并没有会被消得很弱 起码他在维持 而且现在他跟中国采取这种关系以后呢 对他是一个绝对是个战略货补 对我这里也有一个例子哈 就是我有同学和朋友 就是居住在俄罗斯 在他们被经济制裁的这一段时间内 他们的物价确实上涨 而且在这个国内 在俄罗斯境内所能买到的物品 确实非常少 但是像您说的 他确实还是 他的生活水准虽然不高 比较低 但是还能处于自己自主的状态 也就是说俄罗斯还能get back 也就是还能活着 那现在我要 我觉得哈 就是说美国 俄罗斯 中国这三个大国 这三个经济体 军事体 实际上都处于这种历史的转折阶段 像中国在做一带一路 虽然他以前是五项基本原则 说我不干涉别国内政 但实际上他的一带一路 已经表达出了 我不仅固守我原来的国土 而且我希望用软实力 用经济的方式去引导 至少是去影响能影响国家 所以呢 中国已经不愿意采取首饰了 已经开始有公式了 但是是非常柔和的 用经济的方式 那俄罗斯这个普京 一直是雄心勃勃的一个人 我对他特别看好 虽然个子不高 虽然长相不帅 但是非常man的一个人 他也就像您说的 他愿意 希望能够恢复以前 苏联的这个地位也好 或者苏联的状态也好 或者俄罗斯之前的 这个荣耀也好 他是在希望尽力恢复的 所以呢 这乌克兰这个事件 引发的就是这诸多方面 包括美国 但是我觉得哈 那个比较 比较稍微有点不同看法的是 这个美国实际上 如果是他引发的乌克兰事件 他特别不明智 因为现在美国 自己在国内 政治一团混乱 外交 从川普时期开始 就已经架起各种 这个税务战争 跟各国 甚至跟自己的盟国 挑起这个增加这个关税 当然他的力点是好的 希望增加美国的关税 是希望增加美国的收入 但由此实际上破坏了自己 跟邻国呀 跟同盟之间的很多关系 同时更加尖锐化了 与中国的关系 那现在民主党上台之后 拜登是昏溃不堪 他昏溃不堪 国内事物一塌糊涂 对外的外交政策 并不明朗 而且根本就不能谈得上锐智 所以呢 他是一塌糊涂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他们还想 自己制造国外矛盾 实在是特别不明智 他就要输出 输出矛盾焦点吗 国内问题的解决 最好的方法 就是转移注意力 转移注意力的最好办法 就是对外战争 或者说有一个热点 这样的话 美国其实在制造热点 包括在台海方面 你看像鼓励这个民进党 那个参与盟政府 做一些事 而且做得很出格 其实就是想 就是让中国周边 或者俄罗斯周边 有一个战争热点 然后消耗你的国力 然后转移他在国内的矛盾焦点 这样他就可以做文章了 但是现在呢 俄罗斯和中国呢 还是那句话不吃这一套 因为实力不一样嘛 因为中国现在 从军事讲的话 他取手势的话 是绰绰有余的 就是你攻我 我守 因为我不要在海外用兵 我也不是海外作战的 这个军事体系 它是国土防卫的军事体系 现在中国的中国大陆军力呢 作为国土防御呢 现在应该 可以就是战争涉及到啊 防卫点也可以沿进到啊 叫第二岛链了 第一岛链已经攻破了 咱们已经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咱们那个陆基导弹 还有那个 所有的武器系统啊 都都是蛮强的现在 那俄罗斯呢 因为中俄之间的这个 这个战略合作态势呢 减少了 你知道那个中国对峙的时候 六七十年代对峙的时候 互相成兵三百万啊 在边境线上 那是个很大的国力消耗啊 那时候还小啊 那时候也是我们这个年代 那时候还做这个防空演习 那时候防空演习都是对苏的 觉得苏联要老毛子 要要突袭北京 任何弹的 那随着中苏之间的这个 就是解冻啊 他这种 他这种解冻以后的话 他这个没有战略消耗了 而且是个战略互补 于是被靠背了嘛 然后等于是一致向外了 在对外防御 所以俄罗斯你看最近 刚刚派了三个光荣级战略巡洋舰 这个战略巡洋舰啊 全球现在只有俄罗斯有 他仅存的三艘巡洋舰呢 开到地中海去 跟这个 这是欧洲北约系统的三艘航空母舰对峙 所以这个就是说 还有一点呢 就是还要说一下 虽然中国的军力啊 和经济实力很强大 但是对外用兵和对外作战的话 咱们比俄罗斯还差一点 其实在国际事务上 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还是这句话 所以苏联想做的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或者说普京想做的 还是想恢复到原来苏联的巨大的国土 或者联合所有的这个原来的小国 成为原来的苏联的这个完成 回归原来苏联的版土 你可以这么想 我觉得大家可以这么想这件事情 但是中国现在当然是 肃清边境 完成自己的经济复兴 然后完成中华民族的复兴 说实在现在 俄罗斯 中国 美国都在想着复兴 美国是喊着复兴的口号 在走在衰落的道路上 也太精辟了 就是这么回事 他们的走下坡路是 所有人其实都看得见的一件事情 那中国呢 是真正在进行伟大的 这个中华民族的复兴 这所有中国人都特别骄傲的一件事情 但是现在还离这个最高点还是有差距 还在这个复兴的路上 所以呢 我们再回归到这个俄罗斯 就乌克兰这个问题上 就等于乌克兰再这么看来 实际上是几大国之间 也是由于它的地缘政治的原因 就是被放在这个热火上烤 架子上烤 那现在呢 据说乌克兰总统 他仍然是表示要加入到北欧去 那乌克兰自己的老百姓 可就特别吃苦 他们有能力出国的一些富豪们 已经纷纷逃离了乌克兰 乌克兰最后呢 会变成一个棋子 而且可能会变成一个弃子 他最好的结局呢 因为他正好夹在两大军事集团之间 而且是非常强大的 他谁都得罪不起 这样的话 他最好就是中立化 就是芬兰化所谓的 这样的话是唯一的条件 要不呢 你就是重回苏联 否则的话你要进 而且那个俄罗斯有说 他的红线就是 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 这个缓和点呢 因为这个 因为他 这个你知道这民主政是竞选的 这个领导人啊 总有这个口号问题 你知道吗 他不把这个口号喊得 姗姗想吧 他拿不到选票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 这种民主政治也挺悲哀的 你知道吗 他不从实际出发 他从选票去出发 做事 这就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悲哀 起码 这个你现在 乌克兰现在国内形势动荡啊 也在开始撤侨 以美国为首在煽动撤侨啊 其实就想 包括你乌克兰和苏联先打起来 其实现在 乌克兰内部有内战 一直在进行中 这个你看大家都不报 美国也不报 死了 说到现在已经死了将近两万人了 你看这是很严重一件事 已经造成人在 人道灾难的 为什么不报 非说是俄罗斯在边境演习 我在我自家地上 六六圈 六六马 关 关您何事啊 关您何事啊 你非得把这事顶得高高的 变成两国之间的事 但是俄罗斯的肯定做准备啊 你要敢宣布进北约 我肯定就给你拿下来 就这就是一个八底蓝鬼 就是身体语言了 就我就告诉你 但是我隐而不发 这个最吓人 我们会持续关注乌克兰事件 会为您解读背后的故事 欢迎您锁定东西会